前阵子美国不是从上到下都说咱们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能过剩吗 今天大的来了 车圈今天来了一颗重磅炸弹 比亚迪推出了搭载全新第五代DMI混动技术的琴L以及海豹06 这两款新车最牛的是拥有全球最低的油耗 百公里只有2.9升 官方综合续航达到了惊人的2100公里 而且这两款车的发动机拥有全球最高的热效率46.06% 要知道全球平均的水平也就是30%到40%之间 而更夸张的是这两款车最基础的配置价格只需要99800 而且还可以享受最高15000的置换补贴 还能享受24期的零利息 今天所有汽车界人士都惊呆了 那比亚迪的这款车到底有多强 赶快开始今天的节目吧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朋友雷哥 比亚迪这次直接给业界来了一拨仙桌子 用硬核技术实力震撼了整个车圈 46%的发动机热效率 百公里2.9的亏电油耗 接近B级车的轴距 价格还直接杀到了10万到15万的区间 这让其他车企怎么活呀 咱们先看外形 王朝系列的琴L可以说是小号的汉 由比亚迪家族的全脸 而海豹06属于海洋系列 外形内饰更年轻时尚 两款内饰也做的挺高级的 用了大量的皮质包裹跟钢琴烤漆 质感确实是拉满了 两款车都配备了一块大屏 智能功能是一个不差 颜值说完了 咱们主要得说说比亚迪的这个DM5.0混动技术 这里我不跟大家掰扯具体的技术参数 咱们直接给大家算算账 首先要明白 混动就是燃油发动机 跟电机动力电池同时放在车上 可以用电池开 也可以两个一块用 发动机还能给电池充电 电机可以辅助发动机出力 比亚迪的混动技术 可以做到动力电池亏电的情况下 也就是用纯电跑到极限后 用油跑 还能做到百公里油耗2.9升 就算油价8块钱的话 百公里花费只需要23块2 这和公共充电桩15度电的纯电车成本一样 确实是非常离谱了 几个月前比亚迪打出电比油低 结果几个月后比亚迪自己超越了自己 要知道上一代DM4.0秦Plus 同样的情况油耗还要3.8升百公里 比亚迪的技术确实不是该的 当时发布会现场当出现一箱油可以续航超过2000公里时 全场都沸腾了 我已经看到了有B站的博主用刚提的这款车 在满油满电的情况下做出实测 跑出了2409.5公里的可怕成绩 属实是工业奇迹了 那比亚迪是怎么做到的呢 这套DM5.0技术可以让发动机一直保持最优的热效率区间 发动机并不需要大功率的输出 出力的活都是让电机去干 然后比亚迪还给这套动力系统配上智能协同技术 系统会根据路况去调整发动机跟电机的工况 做到最优化的能量调动降低能耗 更可怕的是为了搭载这套系统 比亚迪直接给这车上了短刀电池 大幅提升了输出跟动能回收效率 这一套系统都塞进一辆10万出头的车 你说其他车企怎么玩吧 只能说全体起立了 自从年初秦Plus把价格干到了79,800 日系最畅销的丰田卡罗拉日产轩逸 还有德国大众的朗逸被打的是找不着北 指导价10.86万的轩逸那是利减3万多 指导价12.9万的朗逸到手就9万 就这都不好卖 丰田本田都开始大幅降低产能 以方便去库存 但是这乌漏偏逢连夜雨 比亚迪年初刚打了一波 这还没进入6月呢 又杀一波挥马枪了 真的是没想到啊 比亚迪除了打价格战 还直接拿出了更强的技术 除了合资车品牌 一大片国产车也要被比亚迪打懵了 而这只是开始而已 接下来按照比亚迪的惯例 这个DM5.0系统会逐步列装到其他的车型 这绝对会对每一个价位的其他竞品产生巨大的压力 确实是嘎嘎乱杀了 难怪日本汽车业内人士看到比亚迪的实力后 发出了game over的哀嚎啊 说完比亚迪 咱们再来看看一个曾经卖的特别好的豪车品牌保时捷 前几天保时捷国内的经销商给德国总公司来了一波集体逼宫 因为销量持续的大跌 再加上保时捷推出的纯电车型被小米吊打 导致根本卖不出去 为了挽救市场 保时捷开始打折 甚至亏本卖车 保时捷中国区为了完成销售任务 强行让销售商掏钱买车压库存 但是保时捷它贵呀 4S店一下就受不了了 结果就是经销商跟总部两边互相甩锅互相威胁 经销商这边甚至以停止进货为武器 集体逼宫德国总部要求换高管给补贴 两边是彻底闹翻 那问题在哪呢 以前保时捷可是不愁卖 来一辆卖一辆 毕竟豪车品牌里保时捷算是便宜的 但是现在保时捷在国内被华为 理想未来等品牌打得找不着北 越来越扛不住了 一些保时捷的经销商都陆续关店了 去年第一季度 保时捷在中国卖了21365辆汽车 而今年同企大幅减少到16340辆 去年一整年 保时捷在中国的交付量同比下滑了15% 这些数字都说明了 保时捷在中国真心卖不动了 你觉得保时捷贵 但是人家保时捷利润空间还越来越低 不过你再怎么低 当看到20多万的小米苏7和大几十万盖板配置的保时捷放在一起 谁都知道该怎么选 很明显保时捷销量下滑最关键的原因是竞争不过国产豪华新能源汽车 论价格你比不过问界理想 论智能化你更比不上问界理想 论续航你更比不过了 保时捷最终沦落就卖个牌子 纯纯在国产新能源汽车面前变成了鸡肋 其实保时捷只是一个例子 这两年整个进口车的规模都在快速的锐减 2014年巅峰时期 有143万辆进口车在中国被售出 去年规模锐减到了只有80万 今年月度只剩下不到5万了 以前有人说国产车就卖个便宜 现在可完全不一样了 要技术有技术 要智能化有智能化 要环保有环保 而且价格还很便宜 换谁谁都会心动的 最近我看了好多外国人去比亚迪4S店的视频 都是被震惊到嗷嗷直叫 时代它确实是变了 台湾朋友们羡慕吗 你们很快也能埋到了 再坚持一下吧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 感谢各位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